觀山出美女對不對 對齁 齁 你這麼十張 哈哈哈哈 年紀人才十張 我們這個黃玉玲小姐就是演這個 觀山美女 聽說我們黃小姐以前是演舞台劇 在這個黃金盜浪裡面 不曉得是演什麼角色 跟舞台劇有很大的不一樣嗎 來跟我們介紹一下 哈囉 觀山的朋友們大家好 我是玉玲 那我今天很高興可以來到這邊 跟大家見面喔 那其實我在黃金盜浪所演的角色 我其實是一個從 那個 從西部來到 東部的和洛人 可是我在這邊是講客家話 那我的爸爸呢 他是閩南人 所以我在劇中呢 就是要 在 講客家跟講 那個閩南話 那就是說我的爸爸呢 就在江家 也就是我旁邊這一位 我的男主角 我的文德家 江家的做電脳 所以說呢 我到時候也會 嫁到他們家 然後就會做 演的這樣子 一個觀山的人 觀山的喜富這樣 是是是 所以呢 你們那時候也在觀山 待了很長一段時間 對不對 為了要拍這一部片 那我們有提前來這邊 先學習歌道 是 重道 然後實拍的話是 四到五天 因為你們的稻田 都各的七七八八了 我們必須要在你們 割完之前 趕快把它拍掉 要不然的話 就找不到這個美景 因為我 來這邊好像看到很美 一直都不知道 有一天發現 這兩邊都是山 然後中間 因為我們是花東縱古 對 然後看後來知道 就是有人提醒人一看 喔對齁 然後剛好我們來的時候 也有遇到那個 封城豹 但我們一直在封城豹裡面 也照拍 但是拍出來的那個畫面 很朦朧美嗎 很美 真的是美 你不要以為我是想要 真的 畫面很美 是 風很大 倒浪 好山好水嘛 那您在拍這部戲當中 你會不會覺得 歌道字啊 對你來講 是一件很困難的事情啊 我是香港出生 然後大家又覺得 我不會 然後我的臉看起來也不會 但是 我的家鄉是在 中國大陸的海風 然後奶奶在那邊 暑假就帶我們回去 所以我 插秧 重道 游泳 偷地瓜 偷甘蔗 都做過 您都會是不是 對所以我在歌的時候 到時候看一下那個 十月十八號 要宣傳一下 看我歌得順不順 是 因為不會歌 看起來就可能卡卡 那你覺得最難的是哪個部分 在歌道當中 我覺得最難的是那個 打 因為踩那個 對 踩的時候你的力不夠 或是你的那個 那個叫什麼 有點像節奏 你踩得不好的話 或是你力道不夠 抓得不夠穩 你的手會跑進去 很危險 所以你在踩的時候 就是要邊踩邊唱客家山歌啊 哇 這個 這個 男主角這麼英俊 這麼有才幹 我們的女主角 要來做這個媳婦 應該是很不容易 對 其實我稍微有了解一下 客家女人的 就是 精神 真的就是要很吃苦耐擾 然後又溫良公賢 然後 所以我說 就對發現 客家女生 就是這樣子 也是夏天插壓 體檢師家 對 體檢師家 我到觀山的時候 然後就是到 稻田的時候 就是我們在學習 割稻嘛 然後我就看到很多 阿婆啊 就是 婆婆們 都是都這樣直接 就是手 不用戴手套 直接抓稻子 然後就割了 然後走在 這個田裡面 打赤腳 對對對 就好像走在自己家的客廳一樣 就是很輕鬆 然後 我就覺得 跟我們的生活就是 非常的不一樣 非常的不同 是 對 所以說啊 那你們在拍這部片子呢 在觀山 那呢 觀山留給你們 最深刻的印象是什麼 除了剛剛講到那個 沙塵爆 對不對 你們 很有印象的應該就是 沙塵爆對不對 還有沒有其他的 你覺得觀山最美的地方 是在什麼地方 不是最美 我會覺得吃很重要 吃 我們差不多每天都去吃便當 因為我們在台北也常吃 到哪裡拍戲就吃便當 然後到 觀山這邊的時候 那個便當特別好吃 後來發現是因為 米 對 真的真的 重點講出來 很好吃 所以啊 這個吃 食 食 在我們客家的文化來講 是非常重要的 對 你以食為天嘛 對不對 好 所以說台東出好米 好米在觀山 觀山也出美女 所以說黃金刀浪 哇這齣戲值得大家來期待 可以把重古的好山好水 好人情好產物 介紹給全國的好朋友 是 那現在呢最後我們請古兵呢 用一句話 用一段話來邀請我們的好朋友們 來收看我們這一次12月8號對不對 十二月八號 十八號 對十二月十八號 要即將在客家電視台播出的這個黃金刀浪的節目 你要用什麼樣的一段話來告訴我們的好朋友 我想說每個人都要吃飯 然後這個飯呢 就是來自於我們耕種人的那個耐勞 跟那個付出 然後也希望大家看黃金刀浪 來知道我們吃的米是多麼的 多麼的 用心 對 那個珍惜 那個食物 是是是 對 希望大家看了之後 吃到重米以前 現在的 不要說以前 重米是多麼的辛苦 對對對 其實以前真的很辛苦耶 現在是因為都有一些 這個農機 都是用一些農機 所以呢可能沒有像以前 什麼都要守自己親身體驗 包括插秧啊 除草啊等等 都是要自己來親手做 真的是農人非常的辛苦 接下來我們還是要請我們的美麗的女主角 黃小姐來講一下 她演這齣戲 她的心得 怎麼來告訴大家 十二月十八號 一定要鎖住客家頻道 十七頻道對不對 對 沒錯 一定要來準時收看 來 其實我們裡面這樣 種稻米也是一種修行 那我想她就是把我們就是客家人 對於稻米的那樣子的疼惜 然後就在這個劇中完全的呈現了 我想不管 稻米是我們每天都在吃的 那我們就是他們的一生當中 每天都要去接觸這道米 也把他們自己的人生的成長 所有的用心都呈現在道米當中 所以呢我想就是十二月十八號 請大家鎖定十七台客家電視台晚上八點 然後鎖定我們八點看我們的八點檔大戲 黃金盜浪謝謝 掌聲鼓勵一下 好我們再次用各位熱情的掌聲來謝謝 這兩位我們的最佳藍綠主獎 今天呢來到我們活動的現場 再次用熱烈的掌聲謝謝兩位 謝謝Gukie大家 歡迎小姐謝謝 祝你們週四長紅 是 你可以行銷我們花東縱府觀山必經 謝謝 謝謝 謝謝謝謝 哇這個呢我們希望呢從這一步